我們是第二次來沖繩 我們一來就已經來到這個國際通了 就好像香港的雷人街西雲菜街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沖繩的飯糕 很可愛 就是你平時經常會吃那個 有些果肉在裡面的糖 這個我很想買 有很多沖繩旁邊的特產 Kicat 紫蘇味粉紅色的Kicat 沖繩黑糖的特力芝 苦瓜咖喱 我找到了就是這個分達汽水 沖繩限定的分達汽水超級好喝 金吉梳打的味道 這個真的很好喝 其實整個國際通都有很多不同類型手信店 例如獅子 菠蘿 好可愛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來找東西吃 我們來到這個國際通的屋台村 其實這裡有很多很多間不同的食物 我們最後就選了這個叫做蝦兒錢 就是吃壽司的 因為在我們旁邊有一個family 就是他們了 他們跟我說這些東西很好吃 而且老闆是超級超級好人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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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日本乾爵丸Kawaii 但它超級甜的 現在很甜的 很甜的 這裏是屋台圈的另一間 所以這裏很有地道風味 大部分這裏都是本地人 很融入了日本的文化 苦瓜炒蛋 沖食是必吃的 它很入味 好吃 這個涼瓜 今天是美麗的 Date 2的下午就來吃和牛肉 也是很多當地的朋友都非常非常虧錢 我們分別點了一個2200日圓的餐 和一個2800日圓的餐 2800日圓的牛肉是厚舌的牛扒 還有所有前菜的 沙律、飯 另外我們再點了一個牛舌 嗯 牛舌好好吃 這個有些… 爽脆的 有啊 這個爽脆opt Awesome 是買不札的 很好吃 有一點點紅色 很好吃 會吃多少顏色 接著我們來到 恩納村博物館 旁邊有一個市場 這裡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 一進來你會聞到一股很香很香的味 其實我們來這裡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Buzu雪糕 這個Buzu雪糕 在這一間他們會加工成為其他甜品 接著我們再看看 它有很多其他很香的味道 有這個 這個很好吃的炸雞 咦 吃的是什麼 蝦糖的 蝦糖的 OK的 好像熱香餅卷了 對…那個口感很搞笑 它叫POPPOPDOT 還有這些琉球的特產 這是一個L型的市場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得買蔬菜 有得買魚 有得吃壽司 有得吃白酒魚丸 還有這個炸物和沖繩料理 就是這樣 我們吃雪糕 YA 很好吃 沒有介紹錯 今天晚上我們來到這個食堂 吃一個很傳統的晚餐 好啊 還有燒這個豚肉 日本的甜醬汁豚肉飯 而且薑也放進去最好吃 750億 十塊這麼大塊的豚豚肉 還有湯還有飯 這個就是蔥繩麵 這個上面是肥豬肉 它現在有點像乾燒衣麵的衣麵 它的尺寸是乾燒衣麵的尺寸 但是它是有咬口一點的 裡面是實一點的 超級肥豬肉 好像梅菜扣 這個800日圓 好 拜拜 它那種是花雕蘿 辣酒煮蘿的味 它是刺激的 它是慢慢翻出來 但是不會太刺激 它是屎嫂不進去 但是